2021年1月的最后一天 陈祥主动挑起自己出轨的陈年旧事 不仅捧红了前女友毛小彤 也让她的出轨对象江凯彤收获了一波网友的问候 不过江凯彤在娱乐圈的存在感实在太低 很多网友都不清楚她是何方神圣 而实际上江凯彤的经历 情史精彩程度不输关之灵 也是未有着白莲花罐三成号的狠角色 出轨陈祥不过是她12年情史的冰山一角 这里是贤玉记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喜心厌旧的江凯彤 1989年江凯彤出生在山东省青岛市 父母都从事房地产生意 家境非常富裕 小时候作为相声发烧友的江奶奶 常带着孙女江凯彤去茶馆听相声 耳濡目染的江凯彤逐渐对表演艺术产生了浓烈的兴趣 父母见她喜欢便安排了钢琴 舞蹈长笛等课程大力培养 12岁时江爸爸不仅购置千万豪宅 让女儿和范冰冰黄晓明这样的大明星做了邻居 还把江凯彤送去北京专门学习了四年舞蹈 2006年江凯彤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成为了毛小彤第一届的师妹 毛小彤和江凯彤的命运在无形中有很多相似之处 都是学舞蹈出身 都是考入了中系 都在十多年后和同一个男人有了交集 但口含金样式出身的江凯彤 在资本优势下 自然比出身贫寒的师姐要领先很多 2005年时 有前任性的江爸爸救助女儿成为春晚的舞蹈演员 2009年当毛小彤还在各个剧组跑龙套时 江凯彤已经因出演电影《嘟啦啦生殖记》 正式开始了演绎之路 一年后更是被当红主持人李湘看重 不仅认她为干女儿 还安排她成为偶像剧 《一不小心爱上你的女主角》和张翰搭档 这部电视剧被誉为内地版的蓝色生死恋 一出道就有这么好的资源 果真肥同一般 二十出头的年纪 机身灯红酒绿的《娱乐江湖》 江凯彤跌宕起伏的情路历程 就此拉开了序幕 她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在《一不小心爱上你》中合作的张翰 2009年张翰和郑爽 因一起来看流星雨相识相恋 那时的江凯彤还是个大三学生 而《一不小心爱上你》 本是为爆红的郑爽张翰量身打造 谁知 被靠大叔的江凯彤截足先登 不仅如此 江凯彤还在拍摄期间 与张翰假戏真作 出入都是手牵手 肩并肩 亲密非常 甚至有知情人士爆料 当时张翰的正牌女友郑爽 听说这些后忍无可忍 亲自跑到片场宣示主权 却反被江凯彤当众删了几记耳光 一个是天鱼小公主 一个是背景雄厚的新人 片场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该帮谁 不过第二天 关于两人纠纷的议论便销声匿迹 被打得蒙圈的郑爽 后来也和张翰分了手 自此走上一条放飞自我的不归路 无论这个消息是真是假 两人当时见证湖南卫视一解未知的事 却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江凯彤与张翰的这段地下恋情 迫于压力并未公开 合作结束后也不聊了之 离开张翰的江凯彤 很快遇到了大哥哥韩庚 江凯彤和他的传闻开始于2011年 《舞动奇迹》第三季播出期间 有媒体称韩庚正在追求江凯彤 巧合的是江凯彤和陈祥的交集 也始于舞动奇迹 2012年2月 网友爆料在马尔代夫偶遇 韩庚和江凯彤 同行的还有江凯彤的父母 对此江凯彤公司只说了三个字 不知情 同年3月 韩庚在录制《天天向上》时中途离场》 媒体猜测 是因为被问到喜欢女生类型时 大屏幕出现了江凯彤的照片 依然是2012年8月 有媒体拍到韩庚江凯彤一起回家 这次江凯彤并未否认 韩庚之前的种种举动 也被解读为保护女友 2014年3月 电影《欢乐无双》的发布会上 江凯彤面对记者 对于她和韩庚婚妻的追问 终于做出正面回应 一句结婚还早 算是公开了恋情 然而最终因干妈理香的坚决反对 两人的感情前后只维持了一年 便匆匆结束 成为演员后的韩庚 除了电影《前人3》 带来了短暂热度外 其他的戏都不温不火 直到在采访中的一系列自爆 引起网友对她的人品质疑 彻底把自己炒糊了 2014年结婚还早的回应 余温还未散去 刚刚和韩庚分手的江凯彤 先是被爆出和某传媒公司高层谈恋爱 后又被拍到和演员翟天琳约会 2014年6月19日 翟天琳突然发微博 at江凯彤 并霸气表白 我爱你 因为你是我的女人 所以就让你永远在我的身后吧 就这样江凯彤的新闻男主 从韩庚到翟天琳完成了无缝衔接 值得一提的是 那场回应与韩庚恋情的发布会 翟天琳也在场 江凯彤相当于在现任面前 承认与前任的恋情 并讨论婚期 这种桥段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吧 但就在两人大秀恩爱时 翟天琳的前女友李依依却突然跳出来 揭露江凯彤是二人分手的罪魁祸首 并怒斥她为插足别人感情的白莲花 而江凯彤并未对此做出回应 自此她便被贴上了小三的标签 之后两人若无其事地进行各种甜蜜互动 一起外出游度假 还合作拍电视剧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三年 2017年翟天琳突然清空了所有秀恩爱的微博 引起网友怀疑 纷纷猜测二人已经分手 果然五个月之后 陈祥出轨江凯彤的消息便被爆出 让江凯彤彻底收获了冠三称号 正当网友围观两人出轨视频热烈讨论的时候 竟然发现翟天琳点赞了一条 劝她远离江凯彤的微博 2019年远离江凯彤后的翟天琳 好不容易迎来事业上升期 却因学术造假被归为劣迹艺人 逐渐消失在观众的视野里 关于江凯彤与陈祥 两人因舞动奇迹相识 后来在拍摄《天书之契约行者》时 两人才有了假戏真做的心思 不料被毛小彤现场抓包 新闻爆出后 第三次背负小三称号的江凯彤 未做任何辩解 只是沉默 直到陈祥再次挑起事端 江凯彤才趁机想要洗白自己 四年来所受的委屈 结果可想而知 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在雷神之锤一般的铁证面前 谁会相信空口无凭的江凯彤呢 不过他说的也并非全是假话 比如他提到的那句 我的视野一落千丈 确实自18年丑闻爆出后 沾上了劣迹艺人标签的江凯彤 再也没有作品播出 回顾他的演艺生涯 曾经大把资源在手 运势大好时 想要的一切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 从签约湖南卫视 北京龙信拿影视 到加入华策 大好前途触手可及 而如今纷纷解约 资源也从曾经的嘟啦啦生殖记 到如今只有网络电影可拍 如果江凯彤真的还想继续演员事业 那就踏踏实实提高业务能力 拿出相应的代表作 相信观众会一目了然的 就不用像现在这样 一边被观众吐槽 拙劣的演技 一边还要被网友揶鱼一句 寒庚糊了 翟天凌凉了 陈祥也玩完了 江凯彤 你真是个宝藏女孩 这里是闲鱼记 喜欢视频内容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